MC当中竟然有圆了 就如我们眼前所见这样的一个圆形洞坑啊 居然可以做到这么的标准啊 而且往里面一看里面也是圆形挖出来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爱生活 大家好我是孟宣 坏的孟宣的走进科学 那本次走进科学的世界看 MC那些令人疑惑的图片 就相当于我旁边这样的一个洞坑啊 也是让大家非常的琢磨头脑啊 那在MC当中呢 你肯定想要过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令人匪夷所思的图片啊 那本期兵电赞超股线 立马更新下一期 这些图片究竟如何制作而成呢 跟着我先看吧 第一张图片 钻石变成流体啊 首先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一个钻石浮空放置 就会像水源一样源源不断的往下流 那我再切到生存模式 看一下这样的钻石能否挖掘 这样的钻石呢 是不能挖掘的 那我再跑到这个 刚刚放钻石的那个源头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挖 现在来讲一下 这是个数据包组成的效果 并不是原版MC自带的 但是这个源头也是不能挖的 难道这就是普通的水吗 那我这里让准备了一桶岩浆来看一下 放在水的一个旁边 哦 就直接变成黑药石了 那没事了 这不就是普通的水吗 那还可以用我们的水桶来收掉它呢 好家伙 这就这个套娃活动呢 这全都是些假钻石啊 包括我刚刚放的真钻石 也就随之消失啊 这真的都是一些大骗子啊 第二张图可以树立起来搬砖 这个很多小粉是知道的 我之前视频专门做过 用结构空位做到还原 因为结构空位可以使 原石墙两边凸出来的部分 即兴一行 所以中间的部分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树立起来的搬砖了 但由于今天版本 是用结构空位做出来的 所以看起来有些假 因为高度还是稍微矮了点 但是家伙版本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家伙版本这个高度完美还原 而且两边没有结构空位方块 这是如何做的呢 需要树立川指令 获得我们的调试棒 用调试棒来调试原石墙 而且调试棒也有讲究 调试棒需要用左键 调试到一个南边的一个模式 然后在右键原石墙两下 就可以把南边这一小部分给突出来 然后呢 再调试到一个向上的模式 把左边这一半部分突出来的位置啊 给它收进去 再调到一个北边模式 再把北边该突出来的位置呢 在右键两下给它突出来 突出来以后 就是大家想要的树立起来的半砖的样子 因为没有结构空位方块 看起来就更加的真实必胜 众所周知 MC当中是没有圆形的 不管是洞还是坑等等的 全部都是正方形的 直到我看到了这张图片 让我久久的陷入了沉思 MC当中竟然有圆了 就如我们眼前所见 这样的一个圆形洞坑啊 居然可以做到这么的标准啊 而且往里面一看 里面也是圆形挖出来的 那我现在来揭晓 它到底如何做成的 首先我们先正常的挖出一个洞坑的模型出来 然后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 用我们雕槽工艺模组里面的钻石枣子 来绘画出这个圆形的最边缘 给它绘画一圈出来 当我们把整个洞坑的圆形绘画完以后 用art线切换整个槽子的一个模式 刚刚是钉块模式 现在切换成中等块模式 把它继续的往里面清除 在圆形内的所有的方块 都是我们的一个清除目标 当绝大多数的中等方块清除完以后 我们再用切换键切换成小块 再进行仔细的清除 当所有的小块全部清理完毕以后 其实整个圆形洞坑的模型 已经全部展现出来了 我这里呢 只是飞在空中用钻石枣子 把整个圆形洞坑 修得更加的圆润一些 如果你想让整个洞坑 更加深邃一些的话 你可以直接进入洞坑里面 把里面掏空啊 因为整个圆形是描绘着 一个外观的一个形状 里面多深什么情况 是不是圆形 都是从外面看不见的 因为外面的话 这个圆形已经足够 这一里面所有的一个内容 好的 那么本期的走心科学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有更多好玩 有意思的图片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出品下期兵呢 就会采纳你的图片 那本期兵点赞超股仙 立马更新下一期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